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各种突如其来的意外 许多年轻时资产正常的人 老来基本生活也难以维系 自父母去世 嘉藤骤然走入了晚年 嘉藤是父母的独生子 一辈子未婚 更没有孩子 父母去世前 一家三口住在日本新泄县的房子里 父母去世后 50岁的嘉藤卖掉房子 到东京打零工 他只要在养老院当护工 养老院的老人们和他的父母年纪相当 很长一段时间 嘉藤和老人们待在一起 试图从老人们身上寻找父母的影子 为自己孤独的晚年带来一丝精神抚慰 65岁这年 嘉藤决定正式退休 独自养老 他辞去了工作 在东京都北部的祁育县租了一间公寓生活 正式领上退休金 嘉藤才发现 自己每月只能领到9万日元养老金 约合人民币4600元 每月光是支付公寓房租 就得花费超一半的养老金 余下的钱 在地处东京圈的祁育县 难以维系基本生活 养老金微薄 嘉藤只能动用存款 年轻时他存下了500万日元 一开始上那安稳度日 但年岁日涨 伴随着他诊断出糖尿病 治疗费用快速掏空了他的积蓄 无奈之下 如今76岁的嘉藤老人仍在工作 靠在小吃店打工赚取生活费度日 有段时间 嘉藤老人身无分文 为了饱腹 他采摘过路边的野草吃 爱蒿草 风斗菜 笔头菜 野蒜等等 他都吃过 这些野草野菜虽没毒 但一般作为药用 有的饭馆会用其中的一些种类做凉拌菜 无法盛酒作为主食 嘉藤老人说 最困难的时候 是这些野生的植物救了他 没有这些东西 我就真饿死了 季节更换 连这些野草也没了 嘉藤就得从祁育县走到东京市内 到专供流浪汉的湿州点讨饭吃 嘉藤老人是典型的下游老人 下游老人是日本学者藤田笑点提出的概念 指的是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线以下的高龄老人 以及有此危险的老年人 各国对贫困的定义各有不同 在日本 官方把年收入低于122万日元 定义为贫困标准 至今 日本的相对贫困率达16% 下游老人的指标有三个没有 收入少到没有 没有充足的储蓄 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符合这几个条件的老人 几乎失去了所有安全保障环节 基本无法保证健康饮食 得不到充分的医疗和生活护理 有的老人家中洗衣机和空调坏了 也无法维修 提出此概念的学者藤田笑点 在齐宇县经营一个援助生活贫困人群的NPO机构 也就是非盈利组织 每年 该机构会接受约300余名生活贫困者的咨询 藤田笑点发现 其中约半数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老人们咨询的问题 大都围绕最基本的生存 有人困于好几天吃不上饭 有的老人苦于交不起房租 许多人生病后被医药费困住 他们所有人的养老金都十分微薄 除了经济困顿 一些下游老人还陷入无所依靠的人际关系 他们没有子女 在受惠中孤立无援 每天只能在房间里盯着电视看 这种独居生活有时会有很大风险 藤田笑点曾在老年公寓里发现过老人的尸体 这位老人仅仅是因为摔倒后无力动弹 渐渐死去 了解过上千名下游老人的故事后 藤田笑点用文字描绘出 下游老人们现实生活中贫困的生活场景 他住在六张塔塔米大小的房间 因为年迈和疾病 每天起床要花15分钟 从锅里盛一些昨天剩下的饭 吃完服下多种药物 出了门 他走向附近的公园 在那里的长椅上度过一天 眼前的学生和带着孩子的家长川流不息 谁也不会跟他说一句话 他没有子女 配偶早在数年前去世 亲戚住在哪里 已经记不清了 傍晚回到家 他用打折买的大米 和廉价甩卖的蔬菜做一顿晚饭 无论吃完 为了省电费 他不开电灯 只用电视机的光亮照明 上个月 他储蓄的20万日元已经用尽 虽然他一直领取养老金 但数额并不充足 这样下去的话 钱包再过几个月就要见底了 他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 晚上九点 他早早进了被窝 在静悄悄的房间里 只有时钟的秒针声回到 根据联合国卫生机构组织的定义 人口老龄化社会 是指人口中65岁级以上人口 超过7% 晚年的真相之一 是生活中总会骤然出现疾病或事故 搅乱晚年的安宁 如今 许多人对晚年生活的想象 是靠养老金加工作收入加储蓄 抵达富足晚年 不太美好的现实是 这一愿景会遇到很多干扰项 实现艰难 下游老人生活被拖垮的缘由各有不同 突发重大疾病或事故 子女啃老 中老年离婚 罹患老年痴呆症 养老机构价格高昂等等 都成为老年人沉沦到下游的因素 腾田笑点讲述过一对老年夫妻 养着独生女的案例 永田先生77岁 妻子74岁 他们都是奇遇线人 永田年轻时是一位做金属模具的工匠 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 他靠工资买了套房 娶妻生子 不幸的是 女儿在大学期间患上抑郁症 在此后的30多年里 孩子因为病情反复从未工作过 永田夫妻两人一直承担着养育女儿的费用 把原本的生活费用来为女儿看病 家庭生活逐渐陷入拮据的状态 永田不得不卖掉房子 带一家人租住进公寓里 永田老人和妻子的养朗金 每月有17万日元 每个月的开销却达到26万日元 赤字状态持续了数月 他们的女儿人到中年 父女俩依然冲突不断 有一次永田跟女儿说 你就努力一把 出去工作一下怎么样 女儿反驳 我这样的人有谁肯顾 永田认识到 女儿患病是因为中学时期 自己对她关心不够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她决定就算掏空养老金 也要尽可能地照料她 更多时候 下游老人何处去也成为问题 在日本 由政府经营的养老机构 原则上 任何65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 都可以免费入住 但因为申请人数太多 需要等待三到五年 甚至十到十五年 私营的养老机构 光缴纳入住费 就需要五百万到一千万日元 另外 每月还要缴纳 二十万到三十万日元的使用费 公立养老机构很难进 私立养老机构费用太高 一些贫困的老人 最后会选择住进 没有正规经营资格的老人公寓 这里的条件很差 设备和人员不齐全 基本上只为老人们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 依靠儿女养老 似乎成为下游老人最后的出路 但年轻人的生存压力也非常大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很多企业破产 长期的经济低迷 致使大学生雇佣率降低 企业裁员率增高 于是 派遣工 合同工 临时工 以及短期工 等工资极低的非正式工 逐渐增多 现今 日本非正式雇佣比例 已接近百分之四十 企业非正式雇佣 是导致日本穷忙族诞生的一大原因 目前 日本穷忙族有四百万户 等于每十户家庭 就有一户是穷忙族 他们年收入在两百万日元以下 没存款 不旅游 不外出吃饭 工作非常努力 但生活极其艰辛 百分之八十的穷忙族表示 对于将来收入增长的可能性 不抱任何希望 年轻人自身难保 赡养高龄父母 更是天方夜谭 我还有存款呀 我肯定没问题 抱着这样想法的大多数人 有能为下游的危险 拥有高额储蓄 不能一劳永逸地 告别成为下游老人的命运 很多下游老人 有着共同的哀诉 没有想到 老年会落到如此贫困的田地 在藤田笑点接触的老人中 许多老人并非自年轻时 就一贫如洗 相反 年轻时 有体面工作的老人很多 年薪达四百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二十万元的 不在少数 年轻时 家藤老人曾是中餐厨师 收入水平相当于 当下国内月薪过万的年轻人 决定退休后 他没想到 自己会逐渐沦为 生活难以为继的下游老人 老人们多年积攒下来的储蓄 基本都用在了租房 和治疗骤然降临的疾病上 线下 日本女性平均寿命 已达到87岁 男性平均寿命 也达到81岁 有些老人退休时 拥有一千万日元的积蓄 按照日本首都东京圈 一带的消费水平 这些钱只能挺上14年 如果不在老年继续工作 许多人会在70多岁 陷入贫困状态 一位65岁的男子 在一个小型工厂里工作40年 把省下来的钱 一分一毫都储蓄起来 退休后 他不仅有储蓄 还有养老金 可等到他75岁时 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病症 医疗费负担日增 养老金很快入不敷出 到了78岁 他因为拖欠房租 被赶出公寓 69岁的山口先生 出生于奈川县 读大学的时候搬到东京住 那时候正赶上日本学生运动 他大学没读完 就退了学参加工作 在家建筑公司 做了40年业务员 年轻时 一年只要300万日元 就能过上温饱日子 退休后 收入达到500万日元 另外还有奖金 不知怎么回事 竟过上了穷日子 山口说 腾天笑点 见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无家可归 只能在网吧起身 山口单身一辈子 没有小孩 相对而言 生活压力很小 最多的时候 他的储蓄 达到3000万日元 考虑到自己孤身一人 为了死后有安稳去处 他花了900万日元 置办了一块 永久使用权的墓地 原本以为 晚年会过得富足 但没想到 62岁这一年 他接连犯了两次心肌梗死 不得不长期住院疗养 手术费和医疗费 逐渐将他的积蓄掏空 老年人通常无法 及时掌握一些信息 难以像年轻人一样 了解社会福利制度 山口来到 腾田笑点的机构咨询 才知道 高额医疗费 可以享受补助 但他已经错过了 补助的时间 现在山口老人 一边接受治疗 一边靠政府提供的 生活保障金度日 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 工薪阶层 和所谓的白领劳动者们 即便平均年收入 在400万日元左右 也有相当大的危险 在晚年堕入下游 2014年前后 日本社会经济不景气 这年 大阪府内 40.6%的企业不发奖金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的福利 也都陆续消失 再加上通货膨胀 和贫富差距增加 腾田笑点悲观地认为 现在的老年人 比起未来要步入老年的年轻人来说 已经非常富裕 早已进入超级老龄化的日本社会 老年人还在不断增多 同时年轻人少 少子化日趋严重 交养老金的人 与领养老金的人不成正比 政府无法平衡这种状况 只能延迟退休年龄 2021年4月1日 日本开始发布政策 把退休年龄 从65岁延迟到70岁 目前 日本有900万65岁以上的老人 仍在继续工作 而韩国 55周岁到75周岁工作的老人 已达912万 腾田笑点认为 下游老人是国家和社会 孕育出来的后果 产生的源头 不是下游老人和他的家人们 年轻人一方面看不到退休后 领养老金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因为生存压力太大 开始有人选择不缴纳社保 宁肯把省下的钱 放在当下花掉 为了避免老后沦为下游老人 腾田笑点给出一些 具体的防御措施 例如存钱 对于落入穷忙足的年轻人 他建议 现在不缴纳养老保险也行 省下的钱可以用于生活 结婚和育儿 因为在日本 即便认真缴纳了国民养老金 也不一定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除此之外 更要了解社会保障制度 不倾信一些 有欺骗性质的商业投资 一旦晚年陷入贫困 要放下羞耻心 积极向外界求助 要明白 沦为下游老人 并不完全是我的过错 二十年来 日本单身独居中老年人的 孤独死数量一路高升 很大程度上 跟这一代人年轻时 正好赶上日本泡沫经济崩塌的 厄运有关 无望的生活 让他们放弃了结婚生子 日本现在每四个高龄男性之中 就有一个 因无人在身边照顾和陪伴 而默默离开人世 对于一些决定一直单身的年轻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 在陷入老年孤立之前 构建互助的人际关系 他认为 经济贫困不要紧 人际关系的贫富 决定一个人的幸福程度 在不确定的时代 年轻人唯一能掌控的 或许就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生活圈子 以抵御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把它分享到朋友圈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